风波来关心新马拉新店玉龙城店 全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6月12号晚上 三万民众到了该店同桌共锅 当中两人出现了呕吐腹泻 就医后反家休养 对此新北卫生局表示 接获通报后机查发现 有医务置于作业区等等缺失 移民业者限期改正 由于其实在4月9号也接获通报 该店有两人疑似食物中毒 一年内已经接获两次通报 卫生局面该店自17号起暂停作业